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边都很多 但是部里面是政策性的东西 两边都很多 那忽然间你的业务增加一倍啊 那要小心健康喔 一天睡几个小时啦 大概每天工作大概十四小时 我跟你讲啦 你不要太认真啦 那就是在找人找不到齁 青菜找一个去打一下 反正你不要问啊 不能没有人来啊 这个团队 这个马政府这个团队用的怎么是这样用的呢 那个次长喔 应该是经验丰富的 行政撩落组长的 不是当官的 那如果你要升次长 那局长赶快 你就公开啊 我下面拿谁 以前同事谁 可以当我局长这个工作 我即使当次长当一天 我这个局长也要让他做 你如果这样公开讲 未成风气 这个政府就不一样 这第一点啊 第二点我对我们消耗委员等同仁所提出的 要求这个花联站也能够升格为特等站啊 那台湾站呢 特等站有什么好处来报告一下 特等站就是它的原额比较多啦 我们大概现在像台湾站 原额比较多 那你原额是用什么标准的 用理次啊 还是用这个什么标准的 把这个里面人事编制啊 所谓特等站 是特等站一定会增加原额 还是因为原额需要那么多 所以才必须用特等站给他 这个因果本末是怎样 来说一下 我简单讲 我没有 不能大家都当特等站不是很好吗 我们有四个指标啦 第一个上下车人数 第二个它的营收 第三个是它这个服务的人士 就是说 因为有些是通过的设量 有些是要停靠设量 那这样讲 今天的这个法案 希望将花年升格为特等站 符合你定的这个基本标准吗 这个基本上是符合啦 因为我们现在世上 所有都在检讨 那台南站符合不符合 你不能说我在这边没有帮台南站讲话 台南站符合不符合 我刚刚有闻报告 我现在我们所有车站 217个车站 全部都在做同盘检讨 就是要决定哪些车站可以升的 甚至有要降的 那现在已经初步可以升的是哪些 台南站 华人站既然可以 台南站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都在评估中 都在评估中 应该没问题嘛 那你既然的话 你为了里面同仁 不管他的待遇 负担 或是福利 那这个公平啊 你应该说符合什么标准的 主动就升为特等站 而不是通则定说哪一个是特等站 对的 我们现在朝这个比较有弹性化 那为什么还要修法呢 表示你们被动啊 长期不处理嘛 所以今天一问的话 我看到花年可以升个为特等站 那自然而然就想到台南站也应该可以啊 那果真可以 因为现在花年站是我们营收全国第二位 那请主席也帮我注意一下啊 如果这个本法案修法通过的时候 这个修正应该把台南站加上去 我没有提案权啊 我跟委员报告啦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运输环境变化非常的大 那个像花年站过去来讲 也是他的这个营收排名其实有十几名 市长又兼局长啊 这个本席是一个善意的建言啊 你的人员编制啊 你的公司啊 的人员编制啊 不能僵化 看哪里工作多 随机调动 要人事统筹应用 那边明明闲着没事干 这边办活动 忙得要死 结果那边忙不过来 那这边呢 还是休息 那时候你的机动调整 从各站调多少人去 人事的跟工作的这个规划 都必须预先有个 这个准备 那激动的 所以这一次花年站 帮这个台东站 这一次高雄站 帮台南站 那下一次呢 台南站 帮台中站 你人事总调度嘛 天天看报表 工作怎么样 有没有这一个 有没有电脑 有没有利用电脑 那要学一个 总体的一个 系统的管理程式 每天分析成本 分析你的工作量 有没有 这些都有的 都有 包括公司统计 公司统计这些都会有 那把我骗你没有啦 是是是 那把公司有没有啦 没有几家公司 买得起那个软体啊 动辄一千多万耶 你有吗 真的 我跟委员办公司 我来看 每天分析报告给我 平均每个人的负担多少 所以要激动的 这个调派人力 让大家的公平 那大家的总体效率提高 这叫现代管理 是是 这叫做执行长 叫做CEO 而不是首长 不是长官 连企业都一大堆长官 一大堆首长 你几长是长官 对不对 站长也是长官 那 那怎么去 怎么这个 企业化经营啊 怎么现代化管理啊 所以 所以 一个落伍的体制啊 已经造成台湾经济发展的 基本的障碍 所以这个政府不犯 这个政府不改 台湾经济呢 台湾经济脑中风啊 市值发达 人民充满活力 但是台湾的中势 整个体系的 这个经济系统的中势 脑中风啊 那简单就脑残啊 为什么脑残 制度嘛 所以啊 台湾不是经济不是没有救啊 我的经验豐富啊 文化大学财费也是我救的 台南市的财政也是我救的 我看台湾的经济前途大 空间很多 机会很大 包括公民企业 资产很多 通通闲置 那活化就是卖掉 不得就是所谓的设定地上权 自己没办法把它活化 请人家来设定地上权 那从那个土地的经济效率来讲 真的可能活化吗 骗人 来分一杯羹而已啊 所以最后还是整体体制 政府欺骗人民 浪费时间 这不是从经济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啊 所以这个特等战这个 你定出特等的标准 然后以后浮动的管理 半年检讨一次 或是一年检讨一次 那人员呢 这个调动 但是你们一调动以后 刚才惨啊 刚才有委员提出来 从台南把它调到台花蓮去 就停在那边啊 那以后他每个礼拜呢 就为了自己那一张票呢 愁眉苦脸啊 那不对 弹性 是这样子吧 我简单报告可以吗 人员的这个弹性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机制啊 譬如说这个 延洁书院啊 我们有一个叫二线资源乙线 内勤的员工要出来到现场去帮忙 段里面 同一个段里面 你要车站要相互资源 我们有在做 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人员调动 我们也是 有兼顾到他的家庭的问题 基本上是一个 同一个段里面来做调审 不会让他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很远的地方那有点 所以有间接可以鼓励结婚啊 结婚以后就优先调动 调回 他的要去的地方 也有这样的 但是那个生多多少啊 表面 表面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它的规定呢 因为等待调动的人太多了 北部想调回南部啊 西东部想调回西部啊 人太多以后 那规定就要行同俱文啊 这个生多多少 所以 好像大家都有桌吃 其实永远都没有吃饱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所以 这个用一个企业管理来讲 但是今天这样讲 也是 进立法委员的一个原则而已 也没有用的啦 没有用的啦 因为我们不是责任政治啊 谁当官分一分过去啦 没有罚者的 对不对 那真正要 真正要改革的话 来啊 把薪水跟GDP 連动啊 如果GDP没有达到什么标准 总统减薪多少 对不对 部长减薪多少 那如果超过GDP多少 嘿 这个部长薪水可以加多少 来連动啊 这样才对得起人民 才会真正逼出效力啊 这不是啊 連企业本身 都没有这样一个連动机制 所以台铁已经变成台湾 政府的长期的财政负担 那台铁本身也变成台湾交通 跟经济发展关系当中 一个障碍的因素 人家买不到票 搭不上车 这就是供给瓶颈 供给瓶颈 就是经济成长的阻碍因素 活生生的 赤裸裸的 非常明确的 为什么不改啊 我跟委员报告 为什么不改啊 为什么不投资啊 我们的台北 既然它有自长性 为什么不投资啊 我们这几年大概在买新车方面 就增加了大概四百多辆 我们一共一千辆车 这一次已经把它开放 那永远不足啊 为什么永远不足啊 为什么不一次过足啊 下一期 因为是经费有限 我请教 既然它是挤债 而且是生财工具 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又可以 这个未供给的短缺 这种休息 supply 来做补救 为什么不做啊 那为什么 切一千 补四百 那现在是要补六百的时候 又切另外一千啊 为什么要这样啊 为什么不一次补足啊 既然是挤债 未来十年的过车计划 为什么啦 我问为什么啊 既然是永远 供不应求 为什么不一次补足啊 既然是挤债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车辆都有它的报废的年限 跟它生命周期啊 这一部分 那些都算过以后 那些因素都已经算过以后 才有所谓的不足多少嘛 那不足多少 为什么不一次补足 既然是挤债 挤一百亿 挤一百二十亿 是同样的事 为什么故意 集一百亿 假设啦 而不集一百二十亿 把这一个 差 差 落差 把它补起来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 财务比例也有一定的限制 什么财务比例有一定的限制 生财工具 投资那有一定的限制 哎呀这个 说不过去啊 这个说不过去啊 这个说不过去啊 几年来的这个买车款 包括其他的重大建设 都是公共建设的 所以你没说 买车款编多少 不能超过多少 不管你现在缺的车子 多少 多少不 这就是搞行政 不是搞企业 这就是当首长 不是当执行长 所以管你这个绩效不佳 管你呢 人民这个里克没有车子做 买不到票 管你经济发展受到伤害 就是这样啊 问清楚啦 答案出来啦 人的问题通通换掉 人民站起来把这些人